那么吉田镇上呢 在今天跟红阿队一起面对精英队的比赛当中 事实上吉田镇上今年在春迅的表现 并不是怎么理想 但是呢 今天这场比赛 他帮助红阿队在比赛当中打败了精英队 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的内容 最近打息稍稍熄火的吉田镇上 已经连续两场比赛没有出现安打 天气场的棒次调整至六棒 同样担任宪法左外野手 这回对精英总算是稍有起色啦 四局下半面对从杨勒多 三星师一路走回大联盟的Albert Suarez 耐心地选择了一次四坏球保送 接着在六局下半面对第三任投手Wadison Charles 一棒将球扫到左外野的全力打大枪上 形成二类安打 这一棒也结束了他连续十个打数没有安打的小低潮 在无人出局的情况下直接攻占得点圈 可惜最后还是没能回来得到分数 继续下半双方2比2平手 一出局二三类有人时再度轮到吉田打击 这次他打成了二类方向的高弹跳球 Jackson Holiday看了看本类 最后决定还是稳稳地穿向一类抓出局数 红瓦也因此得到了超前分 最终红瓦就靠着吉田阵上的胜利打点 以3比2一分之差击败精英 吉田摆脱了近期的小低潮 打击力重回到两层大关 接下来也希望他能好好准备面对开季 一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